华航一名陈姓空姐和外籍老公 下班后想远离飞机噪音 又担心飞鞍事件 102年以远离飞机航道为条件 在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购买艾潮 直到去年搬家才发现新家卫在航道下 受不了飞机起降噪音 怒向永庆房屋和包姓屋主求偿 近50万元费用 市邻地方法院判屋主房仲免赔 空姐败诉 陈姓空姐主张 永庆房屋王姓仲介代看房子和交易过程 有再三询问 房子有屋在航道下 或保证没有在航道下 才放心买屋 但因怀孕及房屋装潢工程 直到去年8月才入住 却经较竟有飞机经过 空姐长期饱受飞机频繁起降噪音 安装隔音玻璃 减少噪音 工程师做费用花了494865元 并提高求长工程费 再请求两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G989730元 被告主张 空姐从事航空业 应了解松山机场的航道范围 买屋前住在新生北路 距离松山机场直线距离为2.65公里 比新屋更近 应知道飞机飞行范围 且王姓仲介有将航道相关的公开资料给空姐 也建议若在银行道 不要购买内湖 南港 松山区房屋 包姓屋主认为 若航道如此重要 空姐应增补契约 判决书指出 房屋卫在松山机场第一级航空噪音管制区 空姐主张遭噪音安全困扰 非房屋本身瑕疵 男人屋主需应买卖契约负担保责任 且勘验空姐在开屋时的录音档案显示 仅能证明王姓仲介有向屋主母亲询问航道 并不能证明屋主保证房子卫位在航道下 法官认为 空姐看屋时就知道房子卫在航道下方 王姓服务人员提供的航道资料与非航资讯相同 男人永庆房屋有提供不实或错误资讯 法官判屋主 永庆房屋免赔 判空姐败诉 空姐和外籍老公买卖潮 入住后发现柜在航道下 怒提高求长 图本报资料照片 分享